小米12S Ultra终于来了 一起来开箱 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这次的包装这么大 包括它给到了产品手册都是只有印刷的 小心的打开 首先是两个徽章 分别是小米的logo和12S Ultra的图案 还有一张用12S Ultra拍摄的明镜片 接下来我们一层层的打开 这种抽屉式的包装也是沿袭了莱卡相机的包装 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小米12S Ultra 还有个黑色素皮的手机壳 手感非常好 接下来再看看它的最下层都有什么 居然是一个皮质的手机包裏感性 翻盖的设计可以把手机放在里面 这里还有它的包带 我们装上试试 真的很不错 下枪把它背在身上 一看就是小米的死忠粉 接下来就开箱今天的重中之重 这个就是小米今年的机皇12S Ultra 我们撕拖 我拿到的这台是经典黑配色 背盖上大面积的采用了素皮材质 手感细腻 顶部摄像头模组上的 这一圈轻圈 加上左上角的莱卡标识 很有辨识度 我们开机激活 这次小米12S Ultra 采用了1英寸的大体传感器 并且内置了多个大师镜头包 那具体实际拍照的体验怎么样 我们下条视频见